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朴槿惠目前获刑33年,虽然不是最终刑期,但最终被判重刑几乎几百钉钉 姑且不说朴槿惠是否还被韩国简报挖出心碎,就是朴槿惠目前涉及的三个爱解,已经足够67岁的朴槿惠喝一壶了 春节临近,朴槿惠回家过年肯定无望,哪个国家有让嫌犯罪人回家过年的船头 既然是嫌犯货办人,自由必定受到限制 回家过年,朴槿惠去年不行,今年也不行,在文在寅,当总统期间估计也不行 如果朴槿惠运气好,文在寅下台之后的新总统可能特设朴槿惠,文在寅不可能特设朴槿惠 目前有一个好消息,朴槿惠一手提携的韩国前总理,在总统黄教安宣布付出 竞选韩国最大在野党自由韩国党主席,如果竞选成功,可能竞选下届韩国总统 如果黄教安顺利,当选韩国下届总统,必定会特设朴槿惠 在韩国政坛众所周知,朴槿惠是黄教安的大恩人 然而,即使黄教安当选韩国下届总统特设朴槿惠,也是文在寅下台之后的事情 按照文在寅正常下台时间,至少还有三年多 所以,朴槿惠要想回家过年,至少是三年以后的事情 世事难料,朴槿惠的未来不容乐观 一者,朴槿惠年龄不大,今年已经67岁,加上身体不好,患有十多种疾病 能熬到什么时候还是一个问题 二者,文在寅还在谋求修改宪法,加总统任期,由一届五年,改为两届八年 如果修改成功,文在寅连任,朴槿惠没有获得特设的希望 即使文在寅不连任,如果进任者还是文在寅的人 朴槿惠也没有希望 三者,黄教安付出让朴槿惠看到希望,但黄教安口碑很差 被在野党和自己所属党派的部分人员认为是忘恩负义之人 黄教安能否如愿以偿当选韩国总统,还存在很大的变数 黄教安如果没戏,朴槿惠也可能没戏 朴槿惠的案件,不是单纯的法律意义上的案件,因为其中掺杂了政治因素 所以,朴槿惠的未来,具有不确定性 朴槿惠离回家过年的路还有多远,没有人说得清楚 包括朴槿惠自己也说不清楚 毛贪云 朴槿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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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